Huawei T60 Pro 刚刚到我手了各位 literally是刚刚新鲜滚的啦 6点钟拿到我们6点钟 马上就拍给你们看 Guys 有点好看 有点好看 我拿到这个白色版本 它叫做 糯可可白 你们看到吗 是有点美 你不要以为这个名字只是 pattern 它每一台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背面这个纹路啊 有点像是P30时候的那个珠光被母色 但是哦 它这次直接加了纹理啊 更加像贝壳了 不同的光线下面会有不同的光泽 重点是 这种宁光被母工艺做出来的设计 是非常的特别的 你要做出两台一模一样的 是没有什么可能的啦 就好像你要找到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 也是很难的嘛 所以说每一台白色版的P60 Pro 都是独一无二 都是属于你自己罢了 我不懂为什么现在手机 常常要那么卷了 玩完那种渐变兽 现在来玩 Customize 它叫什么 独家 Customize 这跟盲盒的改变 看去镜头 WOW P60 Pro跟P50 Pro的镜头脱胎换骨 完全不同啊 它从两个大眼睛变成了 Cola bag 很看不觉得很像呗 可以讲哦 这一大颗镜头旁边也做了银色很细的纹理 下面的中镜头不懂这么无端端 变成了躲圆形形成了一个躲圆 一个大圆 一个小圆的样子 然后镜头模组底座还会跟着大圆吐出来一点 也是用了贝母的效果啦 你觉得 你该讲你觉得像什么 我觉得像北极熊 不是 它是 树熊 Cola bag 它像Pola bag Cola Cola 在树上包着树的那个 整个设计你问我的话我会讲两个字 特别 啊再加多两个字啦 高级 因为无论是摸上去还是看上去 它都有给人家一些高级稿 我跟你们讲 华为PC的设计美学 从来真的没有让我失望过 就是有时候你看它你会觉得 诶很奇怪的 就好像当年被30Pro的那个CG这样子 但是哦 4年后的今天你看回去你又会觉得 诶 它在一众手机里面其实它是最粗粗最好看的那个我 而且现在很多人吵他听 重量部分呢我觉得这次P60 Pro做到刚刚好 以我知道目前注重摄影的旗舰级啊都是偏重啊 但是P60 Pro拿上手啊不会注意手啊 手感很好一下 它是一个200g的手机 但是手感好我觉得屏幕也是有影响啦 这次P60 Pro的屏幕做成了四曲面屏 但是这个四曲面屏比起当年P40 Pro的四曲面 是不同的四曲面啊 它的弧度更加小 上下左右只有微微的Curve罢了 正面你看过去哦四边都是平均的 而且这个微微Curve它不会影响看戏的画面 你也可能有时候曲面看戏会卷去外面这样子 这个就不会咯 屏幕尺寸6.67寸2K OLED屏 刷新率120这个肯定是很顺滑的啊 而且没错的话用的是昆仑玻璃 非常耐甩耐爆 OK PC里的重点 硕像 三个镜头一个428MP主摄 一个13MP超广角 一个12MP长角 一寸到顶 sorry没有 就在全世界手机厂商都抢着上一寸大笔的时候 华为P60Pro闻风不动 反手给你来一个大光圈加新传感器技术 走上了增加进光量这条路 简单来讲就是 开夜景 不见华为内心一直是想着 上什么一寸啊 只有一寸才可以排到好夜景呢 增加进光量也是可以排到好夜景的嘛 而且手机的sensor就都不降小 没有一寸 一寸 2寸 2寸 给你3寸 这是华为的新技术 叫做 X-Mesh超巨光影像 这边你们听我简单解释啊 如果懂拍照人都应该知道 光和影是摄影的基础嘛 镜头的进光量呢 其实是影响着照片的质量的 尤其是那个中镜头 因为中镜头它的进光量比较少 尤其是晚上 所以晚上拍出来的中照片 通常都不怎么顶的 而P60 Pro就从这边下手啦 首创了超巨光镜群 也就是这个中间大大的镜头里面 它可以通过巨光镜的湖面汇聚更多的光 实现了F2.1大光圈 摘一个RYYB的传感器 所以就让这个变焦镜头提升了178%的进光量 178%是多少我不懂 反正我觉得超过100%就已经很多了 简单一句话就是你拍照 你就算很暗 开了zoom 你站到很暗 简单一句话就是你今天拍照 就算在晚上就算你开了zoom很暗很远 但是你都可以拍出来够亮够清楚 明白了没有 所以现在是大白天 到晚上我再实测给你们看 OK等我 OK这就是晚上随手拍的一些样张啦 讲真这样电当时候不是太亮的 而且多数照片都是我重要之后拍 质感真的觉得很好 而且都是随手拍宝啊 后面我再认真测试给你们看吧 我看华友官网有一句话叫做 远处不怕暗暗处不怕远 Logan来的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然后光圈仪然可以从F1.4自由调到F4.0 所以你可以根据不同场景调不同的光圈 比如光线亮就用小光圈 暗的就用大光圈 又或者调光圈是可以慢慢从清除到bokeh这样啦 系统方面呢它本身就预装了Harmony OS 3.1 你不要再认我有没有Google这种东西了 人家用HMS很久很久了啦 配合新的系统呢页面有少少油画 最明显是拍照页面 你看那个zoom的动画 它变到哦 3D有curve去了 而且是有震动反馈的 整个感觉比起原本的是爽啦 然后也可以单手操作啦 好像这样 就算一手吃炸鸡一手拍照 都好像ok了哦 最往上很多人讲的双向北斗卫星功能呢 就是当你在地面上面没有网络的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Meetime发送信息 发送状态发送你的位置 然后哦 就不怕人家找不到你啦 但是这个功能你们不要想 因为它是华为图华为 还要是只见中国罢了 所以马来西亚没有的 Ok thanks bye 下一个 最后还有一个surprise到我的关系哦 就是 充电头 看到嘛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USB加Type-C充电口 一起combine 88W 代表说一个头 基本上就可以帮华为全家头 tablet 电脑 耳机 手表全部一起 学学用了哦 Google呢 同时就只可以查一个啦 那Q6Support的电池容量是4815毫安 那它有线充电是88W嘛 它无线充电就是50W啦 有一点点的小可惜 是没有上到100W这个东西 但是 Well 可能华为 要留给mate 好了影片就到这边啦 马来西亚卖多少钱现在我是不懂啦 到时候会公布 公布了 我再告诉你们 后期我还会认真去拍一个 色相特辑 你们记得 留守啦 Ok 我们下次见 Bye Bye 帮我分享一下